然後就開始對我摸 然後 開始做我的胸部 開始親吻我全部的臉 全部都是垢水 大家都說他不要再演了 他一滴眼淚都沒有 而且對於他的說法質疑升不斷 為什麼會這樣 對 其實就是說 不論說是非對錯 當然現在又要上法院了 對不對 那俊哥因為現在心臟開到 其實人非常虛弱 趁你命要你 趁你病要你命嗎 是這個概念嗎 因為人家在那邊 十個支架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民眾一面倒 覺得這位出來控訴的小網紅 你既然要開記者會 你就演比較厲害 演比較真對不對 他你看剛剛這樣哭哭哭 那麼close的鏡頭 連記者你知道嗎 在場記者自己寫的你知道嗎 一滴眼淚都看不到 因為一直考慮 沒有眼淚嗎 那個close拍到這麼近 沒有看著目視啊 你是在靠什麼的演技 怎麼這麼好這樣 好 咪圖風暴燒響了廖俊 昨天的這一場記者會 受害者被質疑聲不斷 開到路邊的公園沒有人的地方 開始對我手來腳來 我當時很害怕 所以我跟他說我是處女 但是他就停下來動作 跟我說那就今天上到這邊就好 一進來就把門翻鎖 然後就開始對我模糊 然後就開始對我模糊 然後開始做我的胸部 開始親吻我全部的臉 全部都是垢水 我跟他說我不想當小人 我也不想要錢規則 我求他放過我 但是我永遠忘不了的 是我一輩子的陰影 跟我媽講說 一線二線的女性的裸招 一直滑都是一些裸招 跟我媽講說走這一行就是會這樣 我們講過的我們負責 你講過的你負責 好嗎 這一切都會變成證據 那說了就不要後悔 因為大家有眼睛 我要廖俊可以跟我一起去測謊 我拒絕私言 MeToo風暴燒到現在 廖俊這個case是比較特別的case 因為大部分的MeToo風暴 民眾都是同情受害人 嘟嘟只有昨天出來指控 廖俊的這位網紅 他叫做李隱言 李隱言我是不太認識他了 但是他一出來指控了之後 竟然網路炸鍋了 為什麼炸鍋呢 大家都說他不要再演了 他一滴眼淚都沒有 而且對於他的說法 質疑聲不斷 為什麼會這樣 對其實就是說 不論說這個是非對錯 但是現在又要上法院了 對不對 那俊哥因為現在心臟開到 其實人非常虛弱 你趁你病要你命嗎 是這個概念嗎 因為人家在哪裡 十個支架你知道嗎 不是那為什麼 民眾一面倒 覺得這位出來控訴的小網紅 你既然要開記者會 你就演比較厲害 演比較真對不對 他你看剛剛這樣哭哭哭 那麼close的鏡頭 連記者你知道嗎 在場記者自己寫的你知道嗎 一滴眼淚都看不到 因為一直看 沒有眼淚嗎 那個close拍到這麼近 沒看得不見啊 你是在靠什麼的眼鏡 怎麼這麼好這樣 他的說法是不是漏洞百出 是 其實他一開始是講說 他先PO臉書 我被人家性騷擾 差一點被性侵 然後對方是個很知名的藝人 一個演員 他中風 然後他有子女 形象非常非常好 中風 他資深演員 立刻聯想到廖俊 因為他就中風好幾年了 然後底下有人就說 你講的是廖桑嗎 問號 他就說你有心電感應啊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那就對了嘛 就已經連起來了嘛 可是呢 過沒多久 三文 然後我說 不是 我講的是情味 已經關進去的情味 所以你第一時間 對 你自己三文 你說是情味 對 你又說情味 那現在又突然變廖俊了 對 他怎麼講你知道嗎 他說 因為我的手機 都是我媽媽在幫我回的 你們好 很多人要吹我了 所以我媽看到 你一直問一直問 我媽就想說 因為我媽那時候還不知道廖俊這一段 我沒有告訴她 我媽一直以為是情味 因為她之前有被情味差一點性 她說我媽有目睹 所以我媽就回說 不是不是不是 是情味 那是我媽幫我回的 所以你知道嗎 這母女兩個人演這個戲 還有這個說詞都對不起來 你說你的 你那邊說廖俊 那邊又變成情味 所以翻來翻去 現在又開記事之後 也就是說指的都是 廖俊嘛 他對我這個上下其手 先是假裝好意要借我錢 匯了十五萬過來 然後要見面 見面又帶到小公園去 然後上下其手 什麼 又要幫他怎麼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還拿出一個假的洋具這樣子 後來還帶回辦公室 一個小房間 小房間裡面開電腦 開佛樂 然後又開始要對他這個上下其手 什麼親 什麼什麼這樣子 這是這個小網紅的說法嗎 對 但是你知道嗎 人家廖俊現在在生病了 他兒子跳出來講 他說 奇怪 這個 我們辦公室 那個房間都非常非常小 而且現在是置物間 根本都沒有空間 連人都很難進去 就給大幫人 小房間根本沒辦法 都只是倉庫這樣 床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哪有可憐 還有 我爸爸完全不會用電腦 所以你說我爸爸開電腦 放佛運給你聽 我爸爸都不會用電腦 哪有可憐 然後他媽媽 這個李媽媽是講說 因為那時候 我女兒不願意接受的時候 他有罵說 這個你女兒不受教 不設這個演藝圈 我跟你講 他有拿出手機 你看看 這個都是風水世家的女明星 誰誰誰 裸照 他說廖俊滑給他看 他說 你要紅 要像他們這樣 要不然 我是不會理你們的 但是 他兒子說 廖俊的兒子Ted說 我們爸爸就沒演風水世家 他就當才得 對啊 他就沒演那一輩子 他哪有那一輩子 那還得了 那些女明星 那個形象都這麼好 而且 哪有可憐 好 這邊外界質疑的是 其實 天啊 這位小網紅還曾經 跟廖俊的對話裡頭 跟他道過歉 還說什麼 他說 他說 我又不是畜生 你的恩德 我有一天要對你報恩 我不可能這樣胡說八道 我一定會公開澄清的 當初他曾經在對話裡頭說 這個人不是你 而且我不可能 我不是畜生 你對我的恩德 我一定會跟你報答 我不會胡說八道 怎麼現在又突然指控人家對他性騷擾 所以就是一直在反悟 然後你 我跟你講 好歹怎麼樣 十五萬會給你是真的吧 對不對 因為他也承認就是說 他有收到這筆錢 因為那時候說他的情壞掉 然後沒有工作啊 生活陷入困難 可是廖俊跟彭彭 是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人當中 是非常潔身自愛 好 那為什麼廖俊和彭彭 會在高峰的時候拆禍 也跟黑道有關嗎 每天日盡抖金 但是你知道嗎 剛剛講從早上到半夜 七八場九場十場這樣趕 而且剛剛講嘛 兩三家通通都是要他們 所以你知道有一天 廖俊早上起來 就一出門的時候 就啪啪啪啪 被打到頭破血流 打到頭破血流 他說 你不要命了 跟你講 你答應我 你又去答應那個誰 你在那邊 給我衝康的意思這樣 就有一家事 就說 沒有搶到他秀的啦 打死他這樣子啦 因為 那麼多人搶 那有人沒搶到嘛 或是說有人是沖堂的 就打他 就說 你看你下次要不要先來做我的 不要先別人的 打到你知道嗎 他是 回頭都回 縫了二十幾針 但是死了怎麼辦 晚上還有秀啊 我還沒去也是死啊 現在被打成這樣也半死 好啦 穿殘啦 安全帽戴著 頭上縫了二十多針 還是上台還是唱啊 戴完安全帽上台 對 然後 他演完那天之後 他就跟彭姐講說 彭彭啊 我們兩個如果要活命啊 只有一條路 拆火 拆火 就是不要叫廖君彭彭了 你彭彭去演你的 我廖君演我的 這樣就沒人要找人對不對 至少還可以活命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活 我呢 躲一陣子 從那次之後 他就躲了好幾個月 沒有出來 碰碰呢就去跟李登才搭檔 就延續 繼續轉 然後過了很久很久之後 其實廖君慢慢後來有恢復 接一些就是他單飛之後的 但是那時候就是太危險了 所以廖君也慢慢視為了